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国泰航空一架A330客机和往常一样从印尼四水飞往香港,然而在南中国海上空突然遭遇引擎接连熄火,面对着汹涌的海浪,目的地却在近百公里外,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机长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2010年4月13日,此时国泰航空780号班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飞行高度为11582米 在接近四个半小时的航程,飞机即将在香港降落 机长沃特斯和副驾驶黑河,以及空乘长和十位空乘组成本次航班的机组人员 780号班机从印尼四水起飞,飞往3300公里外的香港 A330客机由劳斯莱斯传达700型引擎驱动 而机上的一切操作都由先进的计算机来辅助 可是在离香港机长266公里时,飞机突然出现问题 记载电脑向飞行员发出警告,监控显示飞机上2号引擎出现故障 可是2号引擎参数都很正常 于是,沃特斯机长将2号引擎的动力调至慢车 这个操作避免了2号引擎损坏 效果立竿见影,引擎的噪音就消失了 可是在2号引擎慢车状态下将无法提供足够的推力 所以他们只能靠着一个引擎飞往香港降落了 沃特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机长 对于单引擎降落模拟机练过很多次 而且A330客机的设计是允许单引擎降落的 但沃特斯机长还是以紧急情况下呼叫了空管 并将2号引擎出于慢车运行的情况汇报 并且申请优先降落 空管批准了请求,并让救援车辆提前做好准备 飞机在离降落22分钟时 沃特斯机长电话通知空乘长去检查一下2号引擎 空乘长接到指令后,看了2号引擎发现正常 与此同时,经验丰富的沃特斯机长接手驾驶 提前做好降落的准备 监控系统再次传来警报 1号引擎也失速 现在两个引擎都失速 现在情况非常危急 如果不能设法重新启动引擎 飞机将面临遭遇可怕的空难 沃特斯机长只能将异常的1号引擎也调至慢车 虽然1号和2号引擎都在运转 但已经无法产生推力 飞机进入滑翔状态 没有推力,他们将无法达到香港 飞机超快的下降率只要再过五六分钟就到海平面了 生死关头 沃特斯机长脖子后面的寒毛竖了起来 但是飞机上的乘客还在呼呼大睡 丝毫不知道他们即将大难临头 由于动力出现问题 机组只能选择水上迫降 沃特斯机长先后提高2号和1号引擎的功率 但是毫无反应 副驾驶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 申请进一步下降 A330客机将继续滑翔 并尝试重新点火 在无线电发出求救后 驾驶舱的气氛愈加凝重 副驾驶黑盒死马当活马一 准备重启二号引擎 可是毫无反应 现在他俩只能选择面临残酷的现实 开始考虑破降的可能 一年前 一架全美航空的空客客机 在纽约哈德逊河上成功破降 但水上成功破降 这是客机第一次 当对于780号班机来说风险高得多 因为此时南海上的浪很大 只要下幅的角度大一些 就很有可能导致飞机翻转解体 两名飞行员都很清楚 时间不多了 为了保证水上破降尽可能安全 沃特斯机长选择手动驾驶飞机 也许精神高度集中 沃特斯机长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 他捏着油门杆侧面 每次用力推的时候 就捏着油门杆 以一毫米一毫米的速度往上推 不可思议的是 一号引擎转速开始上升 甚至沃特斯机长想要尝试 能不能让引擎恢复全部动力 此时飞机传来砰砰声 乘客也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沃特斯机长立刻就把油门杆 调回之前的状态 此时飞机的动力输出 维持在74% 这样的运动输出 可以保证飞机平飞 不再下降的飞机 也让两人大松一口气 一个引擎也能让他们尝试一下 在香港降落 但是不能确定 一号引擎还能提供多久动力 所以最保险的方案是 飞到1676米的高度 然后逐渐减少引擎动力 减速降低高度 然后降落 可能只有不到五分钟就要降落 当飞机已经飞了足够的距离后 沃特斯机长把油门杆 调回至慢车状态 做迫降准备 如果一切顺利 再有不到四分钟就能落地 可是他们尤其只有一次机会 因为他们的推力太低 无法进行复飞 随后沃特斯机长进行了机长广播 叮嘱乘客和空乘人员 留在座位上并系好安全带 副驾驶黑河在沃特斯机长的指令下 将近一条到一 放下起落架 此时离机场只剩最后八公里了 空管也传来指令 机场两条跑道均可降落 可就在降落前的一分钟 监控系统再发出警报 飞机超速了 此时的飞机速度完全没办法降到安全着地要求 沃特斯机长于是又重新检查了控制系统的设定 发现几分钟才调小的一号引擎油门 竟还在维持在74%的动力输出 引擎卡死在高推力输出的情况下 沃特斯机长只能冒险驾驶飞机高速迫降 香港飞机场跑道长度3810米 在降落速度比正常超出100节 电脑再次发出警报 但是沃特斯机长必须无视警报专注于迫降 他把机头向下压 迫使这架空壳飞机落到跑道上 超高速的迫降 飞机重重落地 剧烈的撞击让乘客们惊慌失措 当沃特斯机长咬紧牙关 把机翼抬了起来 然后飞机成功完全落地 随即打开反推引擎 同时用力将刹车蹬到底 可是一部分的引擎发推 飞机依然有可能冲出跑道 在飞机滑行超过2682米的跑道距离后 终于停了下来 哪怕飞机停下来后 他俩还没回过神来 毕竟刚才一幕是在和死神在竞速 但是危机还没有完全清楚 因为刚才剧烈的刹车 可能造成机轮过热 果然两边的机轮温度快到1000度了 沃特斯机长立刻给空乘传达指令 我是机长 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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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安全疏散 仅有少数人轻伤 几小时后 香港民航处展开调查 英国航空事故调查局的测试飞行师工程师 埃文斯应邀参与此次调查 原因之一就是 因为A330客机所用的 《传达700型》这款引擎 世界各地的飞机都在使用 如果这款引擎的设计 有任何工程学上的瑕疵 就得尽快找出来 通过事后调查发现 780号班机上的引擎 没有对油门指令做出反应 并且两个引擎都失速 是让在场众人都难以理解的 因为引擎的冗余度 以及可靠性很高 很少出现两个引擎同时失效的情况 所以问题不一定就是出现在引擎上 于是在机尾找到了飞行记录仪 也就是俗称的黑匣子 查看了相关引擎数据 很快就找到了异常之处 油门杆移动了 但是燃油流量一点变化都没有 简而言之就是 油门杆不能控制燃油供给 所以怀疑780班机的引擎故障 是否因为燃油流量问题造成的 在航后报告上 二号引擎控制系统失效的原因 是可变镜子叶片卡住了 所以很快将问题锁定为 主机量阀出现问题 主机量阀的作用是将燃油打进引擎 它主要由圆筒和滑动活塞组成 当飞行员控制油门杆 从而控制机量阀门 打进这架A330涡扇引擎燃油流量的大小 可是主机量阀门出现故障 因此无法对指令做出反应 阀门由英国高级工程师 罗伊斯进行分析 在阀门内部发现一种细小的 球状物构成的白色颗粒 而这种颗粒直接粘附在 阀门的金属内壁上 趁入研究 发现斑机燃油系统以及引擎 都被这种未知的物质污染 当时主机量阀被这种物质填满 整个阀门都会被粘住 最终阀门被卡死在一个位置上 那这种神秘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经过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后 确认这种物质为高吸水性树脂的物质 这种物质接触到水分 就会形成一种凝胶状物质 而这种物质就是加油车常用这种粉末 防止水分进入油箱 当加油车将地下油井的燃油透过管道 经过车上的滤芯过滤后 再打进飞机油箱 所以当燃油被水污染后 滤芯里的粉末就会吸收水分形成凝胶 但是按常理 这种锁水性凝胶只会停留在滤芯里 怎么会进入到飞机油箱呢 于是又将加油车的滤芯 带回实验室进行测试 发现给780号扳机加油的加油车上 滤芯已经损坏 所以损坏的滤芯 是不是会把粉末渗入到燃油里呢 将分离的滤芯用显微镜审视后发现 这种颗粒状粉末竟变成了一种钠晶体 正常来说燃油是不会有盐的成分 所以燃油系统是不是渗进了海水呢 于是又用了一根全新的滤芯模拟 跟加油车加油时一样的条件 结果燃油和含水后就会塌陷 也就是和给780号扳机加油的那根滤芯一模一样 而且测试滤芯同样出现 跟在780号扳机燃油系统中的一样的球状物 所以海水是如何进入飞机的燃油系统的 成了最后一个谜题了 原来在出事前几天 用来储藏将燃油输送到加油车的地下公油管道系统 进行了升级改造 所以海水就是在改造期间进入公油管道 而国泰航空780号扳机事故的真相 终于可以完美地推测出来 被海水污染的地下公油系统破坏滤芯 使得滤芯释放出粉末混入燃油里 而粉末将主机量阀卡住 导致引擎无法获得足够的燃油供应 所以使得飞行员无法控制引擎的输出功率 而沃特斯机长之所以能重新恢复一部分 一号引擎动力 仅仅因为一号引擎的主机量阀没有完全堵死 使得一部分燃油可以流过 所以780号扳机完全停飞 完全靠的是飞行员的专业技术 为了嘉奖他们过人的勇气和技术 备受于民航界最高的荣誉 北极新奖 当此次事件后 航空燃油的处理方法进一步得以改进 而且滤芯公司重新设计了滤芯 好了本期良品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哟